这两天,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发了高度关注 先是习近平对粮食浪费现象,特别是餐饮浪费做了批示 紧跟着,人民网和央视轮流上阵 一个说要立法禁止,一个痛批,网络吃播秀,浪费粮食 武汉餐饮业更是出台规范 十个人聚餐只能点九个人的饭菜量 当然,提倡不浪费粮食完全没有问题 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和关键时刻 粮食安全的危机意识成为了当下的政治正确 事情就变得很微妙了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 由于疫情的影响,一场关于粮食安全的危机正在席卷全球 联合国表示,新冠疫情破坏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 食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链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供应链也一直在运转 但是现在,把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另一个国家 变得很不容易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到今年年底,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 可能从疫情来袭前的1.49亿增加至2.7亿 比疫情爆发前多出82% 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 从长远来看 新冠大流行可能导致多达35个国家出现饥荒 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一波限制出口的浪潮 一些粮食出口国反应非常快 根据公开报道,至少有13个国家出台了限制措施 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 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 其农业部长在7月初宣布 计划将俄罗斯粮食出口配额制常态化 这对于粮食进口国来说 当然不是好消息 中国就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进口谷物1785.1万吨 进口大豆8851.1万吨 进口食用植物油953.3万吨 而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不仅仅是疫情 还有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 真正会长期化的需要打持久战的 是中美的战略博弈 这个博弈期可能长达10年以上 而在战略博弈中 美国一定会对中国的软肋不断出击 中国最大的软肋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粮食 目前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70% 天然气正在迅猛增长 估计未来也会达到60%以上 甚至70% 粮食也有一定的缺口 石油、天然气的缺乏 还有方法对付 粮食如果出问题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而从内部来看 根据中国应急部发布的月度数据 截至7月底 中国今年的受灾农田面积 达到11,766,000公顷 折1.77亿亩 并且受灾农田 主要集中在江淮流域 也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区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值 约40% 7月底本来就是一季道的收割期 却正巧遇上了水患 粮食产量最高的 江淮流域农业遭遇重创 今年中国的粮食供应 一定会更加紧张 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毫无疑问 也将会更高 2019年 中国进口了1.1亿吨粮食 金额高达420亿美元 今年这样的情况 上半年的粮食进口规模 220亿美元 全年来看 很可能达到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一些粮食出口国 还在限制出口 会造成什么结果 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 2020年上半年 全国生猪出蓝 25103万头 比上年同期 减少6243万头 下降19.9% 2019年上半年 生猪存蓝量较 2018年上半年 下滑了15% 2020年上半年 生猪存蓝与2019年同期相比 再次小幅下滑 2.2% 也就是说 虽然从去年三季度开始 生猪生产 有所恢复 但今年上半年的生猪生产水平 依旧低于去年上半年 既然生猪的出蓝存蓝量 同比都在下降 这说明猪资料的需求 同比数据是萎缩的 主要会体现在 豆破玉米的需求上 假定豆破玉米的供给能力 与去年一样 其价格就应该是跌势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 今年上半年的玉米价格 却是大涨的态势 根据海关的数据 中国今年上半年 玉米进口365.7万吨 同比增17.6% 上半年 国际玉米价格是跌势 在需求不振 进口数量增长 而国内玉米价格 却出现大涨的走势 只能说明中国的内部供给 出现了问题 饲料供给的萎缩 导致价格上升 养殖业的一个自然反应 就是要寻找替代品 结果 与玉米价格相近 营养成分或许更好的 小麦稻谷成了替代 据期货日报的报道 到7月中旬 零储玉米拍卖 已进入了第8周 累计被拍卖的玉米数量 已有3200万吨 但依然呈现 100%的成交率 与高益价格局 现货市场玉米价格 也一路上行 7月16日 零储玉米进行了今年第8次拍卖 近403万吨 全部成交 最高价2290元每吨 最低价1790元每吨 平均价1950元每吨 平均一价289元每吨 较上周高51元每吨 当日拍卖的零储玉米最高一价出现在蒙南地区 每吨溢价高达510元每吨 分析师认为 导致玉米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 一是 庞大的库存 没有了 加上市场预期 产需缺口较大 市场普遍认可了玉米供需 会趋紧的观点 对价格的预期 自然很乐观 二是 零储玉米 今年虽然已经拍出了3200万吨 中央一次性储备玉米等 也拍出了600万吨以上 但市场并没有感受到 来自供应方面的变化 对于供给不足的市场来说 这种感觉很正常 随着玉米成交的火爆 价格的上行 迅速点燃了小麦市场 今年二季度之后 出现了以往 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那就是国产玉米收购价 进场价等 开始高于国产小麦价格 饲料企业用小麦 替代玉米的现象 开始增多 同时一部分库存倒股 也成为了饲料企业的替代对象 而小麦和稻谷是主粮 7月29日 山东玉米拍出 2620的高价 已经比当地小麦 高出200元每吨的幅度 小麦替代玉米 就成了必然 河南省梁贸公司 对外发布消息称 7月下旬 小麦领储拍卖过程中 2014年至2017年产的小麦 均有成交 成交地点 主要在河南的南洋和周口地区的所属库 河南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买走了绝大部分 居然占了成交量的90%以上 而河南牧原采购了这么多的小麦 就是用于喂猪 因为河南牧原隶属于养猪专业大户 牧原股份 饲料企业开始大量使用小麦 制作饲料 拉动了小麦价格 目前 小麦价格的上涨趋势 已经初步形成 以往20多年都是物质过剩的时代 商品价格由虚方说了算 农产品市场也是如此 现在 由农产品供给端推动的通胀开始了 当猪价拉动小麦和稻谷价格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饲料价格又会反身推动肉价 这是一个反复推动的过程 粮食和能源是任何一个社会最基础的价格 这意味着粮食价格上涨之后就会推动所有商品价格上涨 最终就会导致全面通胀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猪肉价格上涨之后可以减少肉类的购买 生活即便艰苦一点也还能过 但肉价推动玉米小麦和稻谷等主粮价格上涨之后 中低收入家庭却不能说我不吃饭 因此肉价和玉米价格的上涨与所有人都紧密相关 由于贫富差距有人吃得起更贵的猪肉 有的人却吃不起被肉价拉动的涨价之后的主粮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 中国高层要求减少粮食浪费就显得非常紧要了 2014年的一项统计显示 中国大概有35%的粮食没有被充分利用 而是被浪费掉了 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这一报道 35%的比例令人震惊 2018年中国地理资源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曾联合发布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 调研发现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 浪费率为11.7% 此外大型聚会浪费则达38% 而学生盒饭有三分之一被扔掉 报告指出经初步测算 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业餐桌食物浪费量 在1700万至1800万吨之间 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除了餐饮活动中的浪费 粮食在存储中加工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 2014年当时的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吴子丹曾透露 我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等环节存在大量浪费现象 每年仅在粮食储存运输和加工环节造成的损失浪费 就高达700亿斤 2020年5月 河北省粮储局表示 中国农户家庭阶段性储存的粮食 每年大约2500亿公斤 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 由于储存条件简陋 轰干能力不足 缺乏技术指导服务 每年因崇美数却 造成的损失比例在8%左右 核算下来 全年粮食损失浪费 大约在400亿斤以上 无论是700亿斤 还是400亿斤 都是令人瞠目的天文数字 供给不足 再加上粮食浪费 必然会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 一旦中低收入家庭的生存空间 被严重挤压到 威胁生存的时候 任何社会 都会面临剧烈的动荡 供给不足对通胀的推动力 是极为强大的 对社会的冲击 也是残酷的 或许 这才是中国高层 所关注的焦点